哎呀 今天是我跟你分享我的故事 對的 就之前我不是講 就每個人的愛情 都是一份不同的答卷嗎 那所以呢 其實我也有我自己的愛情答卷 我把它寫下來 寫下來 都給你聽 可以 在大家的印象裡 我對感情的表達 似乎永遠理性且克制 你和我是很不同的人 這種不同既讓我心生歡喜 又讓我不知所措 還是很體驗的帶著舒服 這是我為你準備的 另外一份禮物 這個是一個 和我送你們蠟燭配套的流光照 其實這個禮物 我來小吳之前 在給大家準備禮物的時候 我就準備好了 因為我想如果我能碰到 讓我心動的女孩的話 她不可以和別人的禮物 都是一樣的 就真的很感動 很感情 但是我很喜歡老五這一種 這也太突然了吧 你有看到這個嗎 並不是所有人 都能有這麼好的運氣 我去開始一段感情 你答應了 謝謝 那一天是一個非常舒服的秋天 然後約在一個梧桐樹下 你好 我想 這女生還帶一個狗出來約會 真可愛的 要不要先玩一下 認識了一個男生 就是很心動 很心動 很心動 很心動那種 然後我就突然發現 我的狀態是會從一個 比較穩進的這種狀態 變得一個稍微高昂的這種狀態 但我發現你不是 你好像跟我在一起的時候 就會變得更穩進 更憂鬱一點 是不是可以發碰圈了 是的 今天的朋友圈 其實和我想像中的 其實差不多 我看到走 就是挺難受的 出發了 到你了 你記得第一天選擇約會員的對象 你好 我找寶兒 我已經知道你來找寶兒了 但是我選擇的時候 我依然去選擇了一個 看似不會得到好結果的一個選擇 那個就是我 拼從自己感受之下 做的一個抉擇 我來之前其實 就是身邊的朋友 爸爸媽媽都催得很著急 就說三十多歲了 然後又離過婚 就是女孩子 就是不要要求這麼高 能夠好好過日子 就可以了的那種人 但是我還是很相信 愛情很嚮往婚姻的一個狀態 那你現在有答案了嗎 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覺得這樣的女生 真的不可多得 但是這種是愛嗎 這個是喜歡嗎 你一直在放這首歌 是我跟老孟約會的時候 他告訴我 他最近在單曲循環的歌 感情嗎 本來就是要爭取的 愛而不得嗎 又是一種常態 潇洒不是擺爛 是我自信的狀態 他是挺幽默的的 每個人的BGM都代表了自己的心境 女生很多時候都會嚇死地 就會說你怎麼那麼不懂我 就會 但是我覺得女生要學會直說 因為男孩子有時候 大部分的時候 真的沒有辦法理解 年紀大的男性 也容易搞不明白女生在想什麼 我懷疑你才民主 什麼意思 我懷疑你有故事 想開說說 我們的老吴 我說的是那個老吴 就是我不知道你結婚以後 會不會有這種感覺 就是 你可以讓我死 但是你讓我死得明白點 等會兒 結了婚都得聊生死 我懷老二的時候 要簽一個 寫知情書 我在簽的時候 他在邊上處理工作的事情 他說那你簽吧 然後我當時就生氣了 我就去隔壁的公園 快走 就是 然後我出來以後 他跟我說第一句話就說 媳婦我錯了 但是你